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妮可 现在呢在手机上来搜索下 在天津MTV手机客户的万事达 可以随时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也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剧力 凤凰视频 来收看我们完整的节目视频 最近在我们天津卫视 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啊 生活有点甜啊 我还真看了一点 我也看了 真的啊 你看说到这生活有点甜啊 不知道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非常有甜味的事情呢 有啊 生活有点甜 对于我来说就是咱们录影的时候 跟你们在一起特别地开心 是不是啊 那么这部生活有点甜 到底甜在哪呢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尊敬的各位公友 今天我以非常激动和喜悦的心情 站在这里 工作我太像了 男的多女的少 工作起来没烦恼 男的少女的多 心情好 没法说 你以为我们当领导的是为了收礼吗 那为什么呀 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 你有那么崇高吗 我不光要有座位 我还一定要大有座位 怎么了 人家 公正 我受灭了 我真巴不得死在那车线里 姑娘 坐好了 出事了 报警 别报 你怎么干嘛是他 你能对我负点责任吗 小工展那就是工人 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我就问你 这样的人他配当干什么 我才是海洋华真正的老公 真正的丈夫 那个唐喜 他就是男小子 小子什么 男小子 最近我们甲班 发生了很多事情 经过慎重的考虑 决定呢 免去唐喜同志 甲班工长职务 我太了解我们家喜子了 他有两条命 一条是自己的命 一条是政治生命 在他身上 有一种对工作的敬畏之心 只要是为了唐工长 让我找谁都肿 就别为难唐工长了 他真是个好人的 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种场景 今天为了让大家 更好地了解 生活有点甜这部戏 我们今天还特地 找到了一位卧底 是吗 这个卧底 也是我们相声界的同好 而且多才多艺 据说他在相声界 那是跳舞跳得最好 在舞蹈界 相声说得又最好 即相声影视 歌曲 济熙融为一炉的 百变明星 我们掌声有请 白侃男老师 有请 欢迎 白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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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白侃男 今天你来到这儿 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卧底 对 但这事容易挨揍 挨揍的事我们就不管了 先来说说吧 在这个生活有点甜 这部戏当中你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扮演剧中男一号的小舅子 大传戏啊 也就是冯老师所扮演的唐喜这个角色 他娶的是我三姐 然后我家中的一共有四个姐姐 然后呢就我一个男孩子 折腾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一般啊 一说到小舅子 我们就会觉得 可能是比较折腾这么一个人 对 没少惹麻烦 另外前面有四个姐姐 就这么一个男孩 这孩子可能又会比较任性 是的 都惯着 然后我是兜里 一有点紧张了 然后就找这几个姐姐姐夫 就去管人家 是吧 贴补点 就这样一个人 然后也是 这个原型也特别像我 我们 因为他说的是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的 这么一个时代的事 身边咱们有这样的人 他就是比较天天的 加个包就弹抱一点 对 然后以后 就是反正弹也弹不成 刚开始我觉得很吸引 然后呢 在扮演的当中呢 顶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压力 因为我的老师 彭老师 师傅嘛 所以跟他对戏 跟他演戏 包括你演的时候 他在旁边就瞄着你啊 就会有人在盯着这种 会觉得有压力 对演着演着 我就其实没有信心 但是呢 他还会现场给我改本吧 同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块 我说你看这个 怎么呀 他帮你改层 第二天以后 演之前 他就觉得又变了 然后我就马上得跟上节奏 然后有一点跟不上 他就会 他很严格 冯老师要跟你发脾气 会什么样 冯老师看上去不太像 会发脾气那样 对 我们觉得很和爱的一个人 特别和爱 从来不会骂人 不会打人 那如果说对于 如果一演错了 就是 不骂人不打人 直接就上菜了 没有 我们只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起聚会啊 包括聊天啊 也是特别亲切的 但是一沾到作品 他就会有一点认真 有所要求 对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形容他对作品 应该是四个字 就是很斤斤计较 就是每一个字 每个标准符号 他都非常的 也是精益求精 很严谨 是的 那么今天既然啊 这个白侃男来到我们这 而且是担当卧底啊 那先跟我们说说 我们接下来 首先你觉得 请上哪位嘉宾比较好呢 我觉得要请出的 因为那个剧本剧本嘛 一剧之本 对 我觉得应该把编剧老师请上来 那么王洪坤 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好 是吧 在拍摄当中 有时候喝点小酒啊 聊聊小天啊 是不是背地 还得给你加点戏啊 加点戏啊 放点水啊 我给你送酒 一送就两瓶 真的 我这么 然后自己喝一瓶半是吗 你怎么吃的 还得让王老师买点螃蟹来 对 好 我们掌声邀请 欢迎王老师 哇 你好 你好 王老师 你好 你好 这就是我 欢迎王老师 这就是 对 这就是我们男一号 我是说非常爱的人 啊 刚才说的话都听见了 嗯 什么还还给你什么 两瓶酒 两瓶酒 你送没送吧 是不是到你工作室 滴了两瓶 滴了一瓶 啊 滴了一瓶 晚上还让我请您吃个饭 一瓶不够还饶了一瓶 你聊得尽兴吗 应该是 你会赔了 不敢再收你东西了 这个白凯南送礼 相当于钓鱼啊 对 对 那个好了 我们坐下来慢慢聊 好 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王老师 对 我们中国广播艺术团创演史 非常优秀的编剧 王洪坤老师 谢谢 这最关键的是在我心中 是非常可爱的 王洪坤老师 是吧 哎呦 接着说接着说 接着说 打字的时候到我这多点 对 你看提到王老师啊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熟悉啊 但是我们说几部王老师作品啊 我这有一个小小一个单子 有准备呢 哎 我随便找几个啊 你看这这么多王老师作品 我随便找几个啊 2012年春晚 逢拱牛力 严学精表演的爱的代价 哎呀 拍车那个 对 还有2013年 这大伙更熟了 央视春晚 你摊上事了 你摊上事了 还有2015年的央视春晚 社区民警余三快啊 对对对 都是出自于我们王老师的手笔 对对对 非常了不起作家啊 那这次 为什么要来创作 生活有点甜这部戏呢 当时呢 冯老师就想搞这个作品 当然请到了这个原作者 叫齐铁明 来把他这个小说拿来让我看 然后呢 又看了看他原来做那个电影 自己的干部 他说这种体材如果说 现在搞一个电视剧 你觉得行吗 我当时我没有答应 我说我先看看吧 看完之后我特别受震撼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搞成一个好的电视剧 我们看我钢铁年代 但是纺织工人 没有 而且这个戏的最大特点是 纺织场里 所有都是女工里边 有这么一个男工长 这样的故事就更没有了 我觉得一定会拿着人的眼球的 但是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我们这个剧叫生活有点甜啊 您创作这剧的时候甜吗 我就是坐这儿特别甜 我原来坐电脑跟前 我根本没觉出甜了 就是一个意念在支持着 你想啊 十集开拍 就写了十集就开拍了 十集开拍 导演胆也大呀 十集开拍 你想到后边量有多么大 对 而且冯公老师有个特别特别较真儿的人 他较真儿到我十一集 十二集 十三集 我写了八遍 这三集戏我写了八遍 这八遍是天翻地覆的这个改变啊 这是冯老师和亚洲老师对这个剧本的一种煎熬也好 一种提升也好 还有一些人也提出一些很擦擦边边的这些要求 比方某些人电话就来了 我说干什么呀 我这个张嘉琳这个形象到最后能不能换一种走向啊 我说为什么呀 你说我本身长得就科产 你要到最后结果这个人又是个坏人 是不是观众就越来越不喜欢我了 我说你放心一定把最后给你写的是个阳光男孩 给冯老师和亚洲导演说完大纲 讲完故事 他们都认可了 我就在家写 写到最后一集 最后一个字 写N的的时候 啪这么一拍 电脑坏了 我们这个电视剧说实话 这个语言的精彩度 我觉得是比一般的电视剧要好很多 因为我写完剧之后 冯老师每次改我刚开始我是很不接受的 我说这样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所有搞这个剧的演员 主创都是玩嘴的 都是靠说话吃饭的 我们一定要搞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来 那么这个电视它在语言上下的功夫 真的是相当之大 革命战士十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革命战士十棵树 栽到哪都立得住 革命战士天天乐 任何勾坎都能过 咱俩小共同赶住 咱直来出去 洛杉大活上搞盘盐 你能逼得上脸啊你 八戒脸上天灾光 我死皮赖脸 厕所上面撑干照 过分了 这正是光华厂里英雄多 豪杰当属陆长河 欲问拘留为何故 舍己救人 偷弃车 你以前不看早堂的吗 怎么又掉食堂了 那怎么看灵堂呢 咱们这食堂 妙小妖风大 吃钱忙不多 这里边的水深的呢 这里怎么有虫啊 这叫区域 你那米汤变肉汤了 你还赚了呢 名贵的虾仁 搁的冰箱可以保险 搁得身上容易闹肚子 这围巾好 真皮的 老虎拉车 谁赶的呢 武松赶 你管得着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地球还是一家人呢 尝尝 咱俩现在房屋一间 地屋一笼 洗澡贪黑 吃抗烟菜 咱俩现在过着驴马 不如这生活呀 夏大雨这事儿也不好办 这两口子是滚刀肉 做地泡 我不同意 他滚刀肉做地泡 就应该给他 这是谁呀 蹭枣的吧 人家是职工家属 说话呢 我媳妇是你们单位的 韩岳华 你们俩一个前任 一个后任 俩处得挺好啊 我姐让我爸 照顾我姐夫钱 你又是他妈 明白吗 不明白 我三妹夫的工人的妈病了 非让我来送饭 我呀负担不及车钱 我骑行车我带着你去 那咱喝什么呀 我开澡堂子我还缺水啊 来来来来来 哥这饺子 鲜待鱼味 去年新喜的 真是我干的 行了 你有贼心有贼胆 没有贼身板 咋子干的 你活腻吧 你干嘛呢 你往哪儿拖呀 你妈跟我爸 你妈跟我爸 鲁饭的特性 吃这样勾引的嘛 我告诉你啊 你妈在跟我爸 我给你妈吃牢了 我给你妈腿打熟了 你信不信 你干嘛 你干嘛 别打了 还叫我头了 还打了 如果不是这些个 我们说靠嘴吃饭的演员 我们这个熟悉项上和小品的 我们的王老师来创作 可能真的是很难写出 这一部戏 对 对 真的是 不能这么说 好 我们感谢我们今天的王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跟我们分享了创作 这部戏当中点点滴滴 我们谢谢我们的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谢谢大夫 谢谢 刚刚啊 老白给我们请到这第一位嘉宾 我觉得很有分量 没错 讲得非常好 那接下来咱该请谁了 对 接下来其实我特别想把我们 剧中也是一位颜值担当 非常漂亮的一位女演员吧 她扮演的韩月华 跟男一号唐喜 他们俩人是那个 初恋情 初恋情 而且前任 然后呢 她呢又娶了一个丈夫 她娶了一个丈夫 就是嫁给了一个 就是方清平老师所扮演的 这个赖基吉 把他们两口子叫上来 然后也把这个 在唐喜身边的这个墩 还有这个食堂老贪污的大师傅吧 叫耍大刀 耍大刀 把他们四个请上来 我觉得这舞台上就更热闹了 好 我们掌声有请 来 欢迎四位老师 这真是来了今天的颜值担当了 有请 有请 来 不是姑娘这个 这个 戏开始是姑娘 跟我结婚之后不是了 我跟你说 我就特别看这戏的时候 我就特别恨这个人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怎么了 你说这么好 气死我了 几位主创来到我们台上 首先刚才说了 说方清平扮演的角色 这名字就特好玩 赖基吉 通过看这戏之后 我觉得这个名字 比方清平对于你来讲贴切 那我以后改叫赖基吉了 可以 那来说说人物关系 这个赖基吉和韩岳华是 两口子 两口子 但是大伙您看这形象 这两口子和谐得了吗 怎么不和谐啊 配不配 你也不知道 我们戏上什么戏都有 真的 拥抱的 吻戏没吻成 就是借位啊 就曾子跟我们说说 你怎么跟他合作 这感情戏啊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合作 你站他旁边 你感受一下 挺好的 挺好的 那俩就挺好的 多半配我们俩 其实因为我们在拍这个戏 几乎是顺排 那个情感我觉得 就是也挺好的 也到备了 是不是 他都有情感了 戏里确实是 后来我这人变得越来越好了 对 他被人给诬陷了 我就去出气 当着有几百人吧 在那儿 给他拔粪 对 他打了我了 他把我 他打了我了 对 方老师最终 还是一个阳光的结尾 是不是 你也会 刚刚说到这点是 我们老白不是生活有点甜了 分明是生活有点酸 行了 我看现在方庆平老师 连绳已经不对了 不可以 快把你们割开吧 咱坐下说话吧 一会你们非打起来不可 你好 来 来 好 好 好 刚刚聊了挺多 对 首先来讲 对于这个韩月华 和赖基吉这个人物 我们基本的了解了 所以说说来说去 他们最后能走到一块 但我们还真的不太相信 我特别想看一下 在剧中这两位 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吧 你干吗 你还要 你还要跟哪一块 给我什么 你还要跟哪一块 你还要跟哪一块 我活到今天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没跟他一块过 来 你干什么呀 你 真是 我生是韩月人 死是韩月韦 你真要跟我离婚呢 我媳妇最近怎么样 你啊 你有病啊 你媳妇怎么样 你问我 那不说明想当初 你们俩在心灵里 留下了爱的种子吗 赖基基瘫了 那你们俩现在正打离婚呢 他突然这样了 那还能上法院吗 月华 不喝了 我不喝了 月华 月华 我彻底落魄了 单位黄啊 家没了 人也废了 妈 我太拖累你了 少废话 我就是上辈子该你的 这两口子 这个名字叫赖积极 打架可是挺积极的 对 我全部戏都是在挨打 她其实是强势在戏里 你打她下得去手吗 特别 特别好下手 完全不犹豫 而且她说你甭看 这个女的看着就是挺文弱 打起来是真动手 拿书包抡 拿手打真动手 那方老师我能问一下吧 你说这戏里多惨 一直在被打 然后老婆又强势 对于这个角色来说 她有点甜 她甜在哪呢 甜就是她心里 有一个执着的爱 爱她 就是一辈子干的一件事 就是在追求她 这个人执着 虽然说这个人 有点好吃懒做 有点赖了吧 有点赖 但是这个人 对于她的爱人 还是一种真诚的爱人 她是可爱的 对 发现他们的名字 都挺好玩的 你看 墩 耍大刀 这名字 都是怎么取的 咱就说墩吧 胖墩 我比较胖 所以叫墩 我比她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在一个 在一个游戏的 服务的单位 食堂 因为我们那个后厨 白暗红暗的 她都会根据这个 自己的工作 去取的名 我是耍大刀的 所以叫耍大刀 对 那做馒头就叫大馒头 那颠勺的就叫小地瓜 小地瓜 编剧这个取名 也太敷衍了吧 没有 这在问编剧 起的比这样还邪乎 对 最早的那个女的 还是那个胖胖的丫头 我给她起的 那个叫菲尔逆 菲尔逆 对 那个胖胖的男的 叫白尔轩 对 白尔轩 后来冯老婆 这样是不是太直给了 稍微通俗点吧 我真问你一句 那个赖积极是小说里的名字 还是你一句戏 不是 是我们起的 小说也不叫赖积极 这名字真的起的挺好 是 我们是比着你的照片起的 比着黑的照片啊 比着你的照片起的 我也改名 我改名 真的是现在 就是我们在重庆拍戏 已经有人就认识了 这么些年出了北京 没人认识 这头一回通过电视剧 在外面有人认识了 这赖积极说我 所以感谢洪坤给起这名字 原来出了北京 出了五环就没人认识 是啊 现在到六环就可以了 到重庆了 你们平时演戏 应该一直在笑场吧 我一演起来就都不会笑 都很认识 不然那个尿盆 真的砸得准了 我本来就笑场了 他把尿盆扣在我的脸上 然后我过去揪到耳朵 他就乐了 没有 那场戏是因为 他还是韩永华的母亲病了 然后他照顾他老丈母娘 然后他就躺在另外一个床上 人都住院了 他也不好好照顾 然后我爸爸就照顾这老太太去 而我就趴闷缝看 看我爸爸给老太太端尿盆了 我就不高兴 我说爸你这干嘛呢 我说我妈走那么早 你都没这么伺候 你伺候别人什么的 我就不乐意了 我说这什么玩意 他二人都在这 那不是 这破尿盆去一边的 砰就靠他那 你知道吗 他这一下 对 然后因为那尿盆还特别像 然后新刷的漆 你瞧 然后倒的绿茶 就特别像 然后他还问 这没人用过吧 我跟他说 我是刷干净了 新刷的漆 然后他心里就特别有那样 然后我就扔得特别准 对 然后我就特别高兴 就是演出的事 有一次要唱那个歌 叫《九干堂麦舞》 一看他这无样 行走的鸡毛缠子是吧 人家就不愿意听了 人家就往下哄 瞎去吧 瞎去吧 该到他了就唱 多么熟悉的声音 没人乐 没人乐 有这么坏事吗 有因为那个 其实是一个升降舞台 他为什么刚才 你那包我没响 就是其实我下不去 升降舞台越升越高 就特别安静的时候 对 下去吧 下去吧 多么熟悉的声音 他比我讲得好 我多少年后 就多少年都老听那个了 而且升降舞台 升那么高也下不去 就自觉 你讲他那个唱 他那个也好玩 有一首歌《橄榄树》是吧 橄榄树 因为他肢体特别好 喜欢跳舞 所以他一唱歌 对着这个观众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这首歌 观众就急了 就别唱了 他就急了 还有还有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摊着说 就冲着人家观众 直接就去了 军马本 只在辽阔的草原 那大哥滚滚滚 往前进 这想了吗 又没想 我跟你说 再有两不想的 方庆平就得跳楼了 凯南哥 我坐在这儿 我都听不下去了 他们都在说你 方庆平有什么故事 他没有 我在北京电视台 就是说了他两年 就是整个一个节目 天天在说白凯南的笑话 多经典 你反击他们一下 我要能反击得了 他能说我两句 不过这个听到这儿 我们也明白 白凯南唱歌有一特点 就是老配合下边 这个其实不光白凯南 唱歌唱得好 我们知道这个曹随风 唱歌唱得也好是吧 唱得正好 我是卡拉OK水平 卡拉OK好 不跟下边扎成 对 来两句吧 来唱一个吧 别唱一个杨坤的《无所谓》吧 梦雨 《无所谓》 梦雨 《无所谓》 梦雨 《对我开爱音》 梦雨 《无所谓》 梦雨 飞 ζ 入窥的幸福 是断анс的美 Work curiosity 我才能高飞 无所谓 无所谓 原谅这世界 所有特不对 我无所谓 好 谢谢 谢谢 现场啊 现场 我觉得刚才她是假唱 有多少人觉得是放杨坤的原唱 举手 你再轻唱一句就可以了 再轻唱一句 再显得你的 对啊 对 我无所谓 周五吃咸了 你看见没话说了 你看这个今天这一台 这个很多都是现场演员 对吧 曹岁峰刚才也给我们展示了 侯玲玲其实也是广播说唱团的 对 我现在是主持人和相声演员 那今天侯玲玲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小段 你来一段 来一段 我呢也喜欢唱歌 也喜欢教大家唱歌 这很多年轻人都喜欢那个偶像歌手 是吧 随便举个例子 很多人说这刘德华这个颤音特别好听 特别美 怎么唱出来的呢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这个特别好学 就是用手揪着脖子 每句结尾抖五下 刘德华那个柴云就能唱出来 咱们试一下 这个没有伤害可以揪 可以揪 刘德华又是歌叫天忆 抖脖子 手五下 每句结尾啊 注意 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 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这条路究竟多少奇奇多少坎坷途 来到天津我的心里可幸福 是吧 小伟啊 你可知道我 我觉得接着特别好 我接着特别好 老板 你回去再一个酒干糖漫无 来 你又让我吓你了 对 我突然想起来了 你还没唱一个呢 这个 那就来啊 当然了 让我们学阵子里来 这样吧 我要请你跟我一起合唱 这一句 唱什么呀 唱什么 你最珍贵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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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动箭时刻最美 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的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别让一生眼泪 想对未来的日子 只要你才美 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 一生这么穿过黑夜 不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 你最珍贵 戴基琴是要在戏当中 你老婆跟人家 这又得打起来了吧 肯定的得打起来啊 在戏当中是不是这样的故事 还挺多的 就是韩晓华跟唐喜会有一些个 接触 我整个戏 都是她的意想 都是她的意想 但是我整个戏就在吃醋 我们俩就是太不般配了 你是不是 家有丑妻是福 家里头有个美女 就觉得看不住啊 天天的心里难受 那后来这个压力怎么缓解 大家还是要关注我们这部生活的感情 但是感谢我们的所有主创 谢谢 谢谢四位 来 请到我们的观众期来稍事休息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今天大家太热情了 对啊 节目录到这儿就结束 咱们就活了 差不多了 这不行 还有事呢 咱这部戏的灵魂老师 还没想出来呢 没错啊 他那么忙 他在这儿上来 待不了多一会儿 所以其实他就 要不然就不用上来 因为我就能代替啊 你能代替啊 你能代替啊 尊敬的各位领导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哦 你能代替啊 哇 冯老师不用出来了 真的 你看他今天就没来 是吗 又拍了另外一部戏 对 哦 不用给我鼓掌 哈哈 哇 怎么撞人家我讲是 想死你们了 冯老师当年 木工活还非常出色啊 我结婚的价格 都是我自己打的 原来在仿机 他创作的作品 我都带了 哎呀这我都没有 这就传给我了 是吧 你看看 这个字还行 我给冯老师 准备了一份礼物啊 这是从哪儿逃回来的 登山 咱就得奔山架儿 航海你不能老站在海边儿 传递手